第1782集 柜子手 铁剑门大长老也叹了口气 唉 但现在的问题是 举在一起 敌人根本就不会过来 可是一旦分散了 敌人却会乘虚而入 无所不用其极的屠戮有生力量 而咱们这边 有没有人能够正面抵挡得住他 就是这个貌似无解的问题 使得众人愁眉不展 目前能够抵挡得住那神秘凶手一招办事 满打满算 也就只有在场的十来个人而已 但是势必不能面面俱到 全部照顾到 而且如果敌人采用偷袭的方式 就算大家在场全力抵御 也未必能够避免没有人被杀 要不要通知莫云天官方 取得那边的支援呢 寒冰门大长老沉着脸 千万不要 鬼狱大长老竟然忍不住脸色一白 现在咱们三家已经成了重点观察对象了 甚至已经被天地大人注意到了 说不定什么时候 罪名就给定死了 如果那样的话 那么咱们三家可就真正的要灰飞烟灭了 倘若现在咱们通知了他们 他们来人把人拿下或者抓走了 那就真正没咱们什么事了 在天地大人眼中 咱们三家只是带着人出来那么一次 出功不出力 只怕更加难受了 不但之前的人都白死了 更加落不到任何好处啊 其他人一致点头 大长老说得有理 可是凭我们现在的人力 能够抓住对方吗 铁剑门大长老在经过两次截杀之后 分明有些心神不定 他自问没有这个实力 来个破釜沉舟吧 现在的情况是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啊 鬼欲大长老的眼中露出阴沉的神色 我们这里八千人 分配二十处助长 基本上相隔不远就能配备一位天人巅峰高手 至于天人中起初起 要确保每一处最少有三位坐镇 这样一来任何一处遭遇攻击都能够支持一段时间 而这段时间只需要一声大喝 我们这些人就能在最短时间里赶到 换个说法 也就是说 这个行动可能会牺牲掉三四百人 但是用这三四百人的代价 来换取那个两手血性的柜子手的落网 我觉得还是值得的 大长老妙计 其他人大声称赞 表示认同 毕竟未必就会那么倒霉的 轮到自己门派的这一对吧 不过是三分之一的机会而已 至于别的门派 牺牲个三四百人 跟我什么关系啊 当然表面上还要表示惋惜 肯定是要做做样子的 至于墨云天军方的人 我相信他们迟早也会得到 这个消息赶过来的 甚至现在他们就已经在 来这里的路上了 鬼欲大长老目光阴之 我们必须在他们到来之前 就将这件事做完 尽一切可能 不给对方口试的机会 是的 那大家就各自分头行动去吧 将本门所属的高手打散了 分别散入各个小队 尤其记得 一定要提高警惕 说起来啊 这位神秘高手虽然杀了我们这么多人 但我心中却没有多少怪他的意思 鬼欲大长老看着场中一片尸体 眼中悲愤 但说出的话 却让众人大吃一惊 这是为什么 很简单 这位神秘高手 既然有本事无声无息地杀死这么多人 那么他就肯定有本事将这些人全部毁灭 不留任何痕迹 而且此人目标明确 分明就是楚阳那边的人 可以说是我们的死敌 这种死敌 无论做出任何事情 都是理所应当的 可是他仍然选择了保护尸体 这本身就是一种体量 之前在城门外光天化日之下杀人 更加是提供了一种平时 因为就只凭这些尸体 这些死者的家人 在墨云天就不会受到什么为难 这就是牺牲的证据 若是行神俱灭 彻底的死无对证 那才真的是将一家子都给害了 这个神秘杀手虽然下手狠辣 杀人无数 但说到底却并没有真正的赶尽杀绝 留有余地啊 我若是他面对如此局面 也未必能做到如此周全 众人虽然觉得这话不那么顺耳 却也只能点头表示认同 因为鬼域大长老说的 尾时一点错都没有 太子死亡 其实并没有三大门派什么事 弄到如今这部田地 完全就是三大门派咎由自取 可是天地大人要迁怒于三大门派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至于完不成任务 满门处斩 那更是家常便饭了 但人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已经死了 还有尸体为证 为了你的任务 命都赔上了 都已经这样了 您还要迁怒他的家人吗 那就说不过去了吧 仍要一意孤行 那就是标准的混蛋行径 纵然莫云天地再如何的一手遮天 也不敢冒如此天下之大不惠 这个神秘杀手杀人虽多 但能做到将尸体全部留下 却等于是保全了这些牺牲者的家人 难道说还应该感谢这个柜子守不正 所有人心中都觉得怪异之极 三大门派所属人 全都进入了孤竹城中 楚阳在修复了内脏震伤之后 这才找个机会与众人会合 三大门派将近九千人 想来应该是清朝而出了 来到这孤竹城里 看他们的架势 若是你们不死 恐怕他们是不会撤走了 现在形势明显 诸位都要有心理准备啊 众人沉默着 脸色都是分外难看 能够活到现在的 都是心性沉稳 心智坚定之人 纵然情势恶劣如丝 却也不会生出动摇之意 白宇晨常常的叹息一声 唉 来了差不多九千人 这基本上已经是三大门派 九成以上的底蕴了 白宇晨之前呢 是本门的第三号人物 他的判断无疑是很有准确的 既然是来捉拿我们这些人 低于圣级水准的 根本就拿不出手的 若是以这个水准为转绳 那么三大门派加起来 满打满算 也就只有一万余人而已 这还是传承了数十万年的结果啊 看来 他们这次为实施志在必得 我铁了心要拿下窝灯 白宇晨的声音中充满一种沧桑悲凉之意 他的话让众人的脸色更加难看 难道我们的门派中就没有一个正义之士吗 就没有明白是非的人吗 车续出虽然是新一代的青年种子高手 始终是个年轻人 缺少基本历练 此刻激动的满脸通红 平时大家都是那么道貌岸然 说话质地有声 似乎一个个都以拯救江湖为道义 拯救天下黎民为己任 为何到了这段时候 却只能屈从于错误来追杀咱们呢 就是啊 这件事情的开端 分明就是九太子强强民女引起的 难道在莫云天帝大人眼中 强强民女就是应该都不成 白宇晨又是一声长叹 唉 不外现实而已 天帝陛下眼中 强强民女无疑是大罪 若做出这等事的 不是九太子 而是我们其中的任何一个 恐怕早已被天帝大人下令处斩了 昭告天下 可这问题就在于 强强民女的是太子殿下呀 而且太子殿下居然还被杀了 别人的儿子就不是儿子 他自己的儿子就是心肝宝贝 有人充满讥讽地说 如此狭隘信兄 怎么有资格作真一方天地呢 如此卑劣行径 怎么能够让人信服 真是让人寒心 白宇晨一声冷笑 哼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不外现实而已嘛 你们也不要乱七八糟地评论什么 愤慨什么 其实说到底 就是不甘心罢了 我问你们 若是你们这次没有到东黄天 没有被逼到无法回头的地步 仍旧在门派的话 遇到这种事 你会不会就在前来围剿我们的队伍之中呢 这句话让所有人都低下头去 只有车续初大声道 我不会 我一定不会 白宇晨连声冷笑 或者你不会 那是因为你还很年轻 没有认清现实 而现实是 绝大多数人都会这么做 既然现实如此 还愿对什么呀 兵来将党 水来土焰也就是了 大不了一死 有什么好分开的 这就是江湖 这才是江湖的本质 天帝大人心疼自己的儿子 不把别人的儿子当儿子 这本就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与法固然不合 与情却是可敏 你们这么牛逼 为何不去做天帝啊 人家墨云天帝 有能力成为一方天帝 人家就有资格凌驾于法则规则之上 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 嘴巴是有用吗 现在比的是谁的拳头硬 所以 道理不过是放屁 所谓的公平 也不过是笑话 所谓的法则嘛 对于上位者就只是一纸空谈 所谓民心 此刻还有什么用啊 至少对我们眼下是没有意义的 要是看不透这一点 就不要说什么闯荡江湖 白玉尘声音虽低 却是声色俱利 如果不是楚庄主 我们这会儿早就已经尸骨腐烂了 能够活到现在 已经是多亏了楚庄主出生入死的尽力周全 你们还要在这里鼓噪不休 老夫都替你们丢脸 门太精英 我呸 一席话 让所有人都是脸色胀红 垂下头去 再也没人开口说话 楚阳常常叹息一声 哎 事已至此 说这些也没用 说起来 大家也只是心头有些不服气 发发牢骚而已 该怎么干还怎么干 这点我是相信的 白玉尘见楚阳说话了 也就就盆下驴 不再去骂了 是 庄主说的是 其实他何尝不知道 这些人的愤怒 只因为不甘心不服气 对于行动起来 没有半点影响 但是这种怒气 若是不能及时平息下去 恐怕早晚有一天 也会冲动一下 一个人冲动 很可能就会连带葬送 这里的所有人 这点是万万不能补防的 事已至此 大家跟他们拼了 几个人脸色胀得通红 低声怒吼 对 跟他们拼了 他不仁 休怪我们不义 拼了 楚阳一声低贺 速静 大家沸腾的情绪 顿时安静下来 一个个气喘吁吁 望着楚阳 在这里我宣布一件事 眼前形势严峻如斯 现在你们对于他们来说 任何的易容乔装 都是枉然 没有意义 所以 在此期间 任何人不得外出 没有任何理由 没有任何例外 楚阳扔下两个空间戒指 这里面有你们所需要的食物和清水 还有一些修炼用的灵丹妙药 疗胜于无霸 众人一战沉默之后 白玉晨突然叹息 庄主啊 还是让我们出去吧 索性与他们正面的做过一场 也算了结了这场恩怨是非 与往昔 做个告别吧 众人同时抬头 第1782集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